不想唱的劫歌 隐隐不合就别变强了 你本来就不再 要证明什么存在 承认吧 他是怕麻烦 承认吧 他该非揭穿 你敢不敢 承认我爱上你的怀 我的极限就到这里 我心欺贝贝啊 走散光 HELLS JIMMY BRO 久违的冷门好歌与废哥 终于回来了 那今天这集要来跟大家聊聊 LALA徐佳寅的历年专辑 在这个单元里面呢 我会逐一点评 徐佳寅在过去每张专辑里面 我个人特别喜欢 但也许比较没那么广为人知的 冷门好歌 以及我在那张专辑里 比较不喜欢的歌呢 虽然啦 会把它列为废哥 但大家也不用太严肃啦 主要还是希望用一个 轻松好玩的心事 来带领大家一起回味 徐佳寅出道13年来的精彩历程 那今天呢 只会针对LALA出道至今发行的 六张正规专辑呢 去做讨论 不包括其他零星发表的戏剧单曲哦 那影片最后呢 我也会选出我心目中最喜欢的专辑 和我心中的冷门好歌之王 所以一定要看到最后哦 好 那我们就把时间拉回2009年 从LALA首张创作专辑开始吧 他不想忘记了许佳寅 徐佳寅在2008年8月 在第三届超级星光大道 获得总冠军顺利毕业 那还记得她在百人初选的时候 说过什么话吗 我叫徐佳寅 然后三百万的话 我要照顾我的家人 就是帮我爸买车啊 然后我要让那个开个鸡牌 成为我们的家族企业 然后名字就叫做 超级星光大道之香鸡城 香鸡城没开成 反而被牙伸音乐向众 训练不到一年就在隔年2009年5月29号 发行了LALA首张创作专辑 那如果你是从星光就开始关注LALA的人呢 对于首张专辑的曲目呢 一定是不陌生 那包括刚刚开场的原舞曲 就是她在比赛期间 因为害怕迷失自我而写来鼓励自己的歌 其他包括一样的月光 明知故犯 出口 那都是早在比赛期间 就曾经端出来应战的自创曲 那唱作俱佳的能力呢 让她在比赛后期啊 几乎就已经被认定是总冠军的不二人选了 那当时呢 在众多的自创曲里面呢 有两首歌 特别跳了出来 哇 家喻户晓的《新站北北》和《失落沙洲》 我应该就不用多做介绍了 那这两首歌呢 相较于其他比较小品的曲目呢 展现出更成熟更有分量的格局和制作空间 那所以亚神呢 把他们设定为啦啦正式出道的首两坡主打歌 也算是打一个顺应名义的安全牌啦 那我相信呢 这两首歌也应该是大多数《非星光》观众 认识徐佳莹的起点 来讲的是 徐佳莹啦啦创作最低 谢谢那个金曲奖的评审 你们对我这样的肯定真的非常重要 谢谢你们 谢谢 哇 首张专辑在隔年金曲二一入为六项大奖 那最后不负众望 夺下一声一次的最佳新人奖 那不得不说啦啦的演艺事业起步得非常漂亮 但是不代表专辑里就没有废歌哦 如果要选一首废歌的话 我会选 没锁门 主要有两个原因啦 第一个呢 是因为它是当年MSN十周年的合作案 所以是以Bonus Track的形式放在专辑里 那这就是商案歌比较原罪的部分 会有一些基于合约不得不收的苦衷 那第二个原因呢 是没锁门这种俏皮可爱的风格 和Oishi啊或VIP啊的同质性都有点高 那又是被放在专辑的最后一首 那真的是一个不小心啊 就会直接被忽略 OK 选一首冷门好歌的话 我会选 白旗 白旗 这首歌呢也是早在星光三呢 就曝光过的歌了 那当时呢 是和台北爱乐儿童合唱团的跨界合作赛 那后来专辑版本呢 也保留了合唱团编制的部分 那用大量和声跟打击乐器 来撑起整首歌的重量 那我个人啊 非常喜欢这种满满的人味 那我觉得是用电脑的合成音效 再叠多少鬼 都做不出来的温度 作为刚出道的新人啊 白旗不止凸显了许佳颖能写能唱的一面 和声编写的精准度 和相对音感的领悟力 也都有听得见的惊喜 还记得刚刚金曲二一最佳新人奖的颁奖人范小萱 为什么揭开信封的那一刻会拍手加尖叫吗 因为当时的她才刚制作完徐佳颖的新歌香水 说是新歌呢 但其实也不行了 香水呢 就是啦啦在星光三拿下总冠军的决赛歌曲 那对她来说呢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那原本这首歌呢 在节目里是被编成复古百老汇的风格 那后来交到范小萱手上 被她巧手 改成Disco Funk 反而更适合这首歌 这首我个人非常喜欢的 不算冷门的香水呢 也收录在隔年2010年9月3号发行的第二张专辑 《极限》 那很多人呢 会用金曲魔咒来形容这一张 但我其实并不这样觉得 极限在专辑定位和选歌的取向上呢 亚生很明显企图想要让啦啦等大郎 有人可能会不太习惯 但我反而非常喜欢 例如同名主打极限 那强调她可以撑得起摇滚的东西 那抒情主打巨高震呢 则是聚焦在她细腻的气声和尾音 那收和放的极具呢 都拉得比首张专辑大很多 你让天空失去距离 我让 那顺带一提啦 我之前有做过一支介绍作词人葛大维的影片 那葛大维加徐家营的这个黄金搭档呢 就是从这一首巨高震的合作开始 那撇开这几首主打歌之外呢 这张专辑啊 我觉得真正被低估的宝藏好歌 其实是最后两首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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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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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快一点慢一点 我跳着Disco 在你的手口 仔细听时间大师的和声是非常精彩的哦 你会发现 啦啦很多和声都唱在反拍上面 那甚至故意托拍來呼应那一种 啊!永远追不上时间的不耐感 那Disco只能说她用的和弦呢 就是一個高級啊 那副歌往下行的寫法呢 也蠻不符合人體工學的 那雖然這兩首歌呢 都長得很B賽歌沒有錯 可是在我心中呢 反而是極限專輯最大的亮點 快起後 別讓我放輕鬆 好 那如果要選一首廢歌的話 我會選 樂園 打造了用的手 用劇組團個蛻變的夢 我不確定當時樂園 是不是有搭配什麼 比較正向的活動的主題曲之類的 因為真的長得太公益廣告了 那當然啦 旋律本身是優美的好聽的 那只是被放在極限這個 調性比較沉的專輯裡呢 就顯得非常格格不入 不過這首歌呢 有一個小亮點喔 就是它是Lala和清風的初次合作 那清風呢有參與填詞的部分 那主要是透過製作人 林韋哲的牽線 林韋哲和陳建啟呢 絕對是Lala剛出道的時候 非常重要的兩位伯樂 帶著深刻故事的自己 回首生命歡迎 那冷門好歌的部分呢 我會選 樂 這張專輯呢有兩段非常漂亮的銜接 一個是Ending的時間大師接迪斯可 超順 那另一個呢就是香水接love 也是順到不行 那love呢我真的沒什麼好說的啊 就是好聽啊 尤其在副歌的字數非常綿密的情況之下呢 又能把旋律線條寫得這麼行雲流水 而且呢還設計了像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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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有記憶度的一個hook在裡面 那當年這首歌竟然沒有拍MV耶 那真的是蠻可惜的 oh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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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真的忍不住了 你敢不敢承認我愛上你的懷疑 我覺得歌手生涯最奇妙的事情呢 就是在發行前 你永遠不知道哪首歌會中 那這一首你敢不敢呢 就是最經典的例子 說不愛你你也就相信我 這樣好嗎 好嗎 今年金曲三三 啦啦和愛姨良的組曲表演呢 也特別選唱了這一首歌 那這一篇歌詞啊 原本只是葛大維寫給啦啦的一封email 那誰都沒想到被譜上了旋律之後 欸 竟然成為啦啦出道至今 全唱度最高的代表作之一 徐佳寅加葛大維加陳建奇的鐵三角呢 到了2012年6月6號發行的第三張專輯 理想人生 可以說是正式敵定 那在這之後的專輯呢 都可以看到三人更密切的合作 那理想人生呢 也算是徐佳寅歌唱生涯的一個分水嶺 也就是從這張專輯之後呢 就沒有再出現過以前星光唱過的歌 都是全新的單曲 但是選曲整體來說呢 我覺得反而比極限更保守了一點 那其中特別有趣的呢 是最後一首啦啦隊 站出來聽我就站出來 現在起別偷懶把煩惱叫出來 2012年6月 徐佳寅出道呢 剛好滿三年 那其實出道以來啊 面對各種正負面的評價 他一定也經歷過很多患得患失啊 或自我懷疑的時刻 那歌迷呢無形中呢 給了他非常多前進的力量 那所以啦啦隊呢 指的就是啦啦的粉絲們 那這也是他第一次為歌迷寫歌哦 不過為人寫歌應該一點都不稀奇 為老鼠寫歌 你就沒聽過了吧 不說你可能還真的猜不到 翻滾把我的寶貝和不怕慶祝的創作靈感呢 都是來自啦啦當時養的布丁鼠阿深 那翻滾把我的寶貝的副歌呢 就已經清楚說明一切了 但是呢讓很多人誤以為是情歌的不怕慶祝呢 其實呢是在寫布丁鼠只有兩年的壽命 非常短暫 那啦啦呢在幫他慶祝一歲生日的時候呢 也等同於知道他們只能再相處一年了 那就算知道總會失去 他還是會更用力慶祝 失去之前我要很用力保住 OK 如果要選一首廢歌的話 我會選 第一首 Buku Buku 該起床了 Buku 別再睡了 我在等你 如果你們有仔細觀察啦啦前三張專輯的開場曲 從Oishi 去我家 到Buku 那這種以俏皮可愛的歌做開場呢 幾乎是他的一個招牌偏執 那但是Buku本身的旋律真的 呃稍顯無聊 那後半段呢又突然衝進很大量的舞曲節奏 那我知道是製作人刻意設計的反差 但總覺得呢還可以再處理的更好 不過這首歌值得嘉許的是呢 他是啦啦首次在專輯中親自彈奏吉他哦 對於一直對自己的吉他很沒自信的啦啦來說呢 也算是一個小小的里程碑 冷門好歌的部分我完全毫無懸念一定投給 辣椒 來吧還有多少時間 愛能夠曉得躲置我 是我可愛的思念 辣椒呢在這一張輕鬆感很重的理想人生專輯裡面呢 真的就是重口的讓人無法忽視 那我必須說呢這首歌的唱腔啊非常可遇不可求 那大家也知道後期的啦啦花更多時間在琢磨氣聲的表現 那像辣椒這一種歇斯底里的狂放真音呢 通常都是驚鴻一瞥 不會那麼頻繁的出現在一張專輯裡面 那這首歌無論旋律或歌詞呢都JAR的沒什麼好挑剔的 那如果你也是喜歡辣椒的蓬蓬 歡迎在下面留言喔 理想人生發行兩年後 2014年呢 啦啦和MV導演比爾賈開始交往 那當年小兩口合作的第一支MV就是不安小姐 那不得不說啊命運的安排真的很奇妙 啦啦在最不安的時候呢 卻因為這一首描寫不安的歌 和現在的老公相遇了 那曾經因為害怕勾不到極限 找不到理想人生 那只能透過寫悲歌來抒發內心的脆弱 那這一首結緣之歌呢 反而呢是反其道而行 用輕快的舞曲來包裝那一些不安和害怕 而且呢哇竟然還挑戰了快嘴饒舌 勇敢敞開心胸放膽玩音樂的下一步 就是2014年6月13號 所發表的第四張專輯 當我們幾乎已經把徐佳穎定位在全創作歌手的時候呢 哇他突然拋出了一首詞曲都不是自己寫的歌 那甚至有半張專輯的詞 都有其他作詞人完成 把自己交出去碰撞更多可能性 是這個時期的徐佳穎呢給自己設下的挑戰 那從《尋人啟示》這一首歌呢所回收的市場反應啊 也證明了這個踏出舒適圈的小小冒險呢 是成功的 雖然《尋人啟示》整張專輯的曲目呢 分開來聽都不錯 但集結在一起呢 其實就是理想人生的擴張版 那譬如抒情搖滾明天的事情呢 接班你敢不敢的意圖呢就還蠻明顯的 那歌迷之歌啊樹洞的聲音 也像是啦啦隊的二部曲 那架構呢都大同小異 不過這張專輯呢有一個非常刺激的亮點 就是啦啦難得把憤怒的情緒推得非常出來 關鍵來自不能量滿滿的這兩首歌 和已故歌手盧凱彤合唱的糖果粉碎者 用曾經宏吉一時的削糖果遊戲呢 來描寫愛情裡的低頭族 那當初呢我聽到我沒時間討厭你 直覺立刻聯想到上一張專輯的辣椒 那無論曲調啊節拍啊或編曲的行進方式呢 都非常相似 那雖然帶有太多上張專輯的影子啊 是尋人歧視比較可惜的地方 但是卻完全不減我對 我沒時間討厭你這首歌的喜愛喔 因為呢我就是喜歡這種 你給我去死一死啊的超直白歌詞 我要的不過是你的現在沒有人稱未來 OK 如果要選一首廢歌的話呢 我會選 別怕 請容許我在明天溫柔的狂妄 呃 寫這一種簡單的啊 小品的歌對啦啦來說呢 應該是一點都不困難的事情 但是這張專輯啊 卡在一個尷尬的撞牆旗 就是我到底要複雜一點 還是簡單一點 別怕呢在我聽來就是 它其實只要一把吉他就非常動人了 可是當編曲裡出現了第二把吉他 第三把吉他 那甚至出現了一些古典的backing音效 那究竟這一些聲響 到底是幫一首歌加分或減分 我相信每個人的感受一定都不一樣 那至少對我來說啦 過多的佩氣呢 對我來講反而是一種干擾 我知道真是人生有風有浪 冷門好歌的部分 我和辣椒一樣 很早就決定一定要投給 高空坦跳 我快聽不到新的聲音 要怎麼哭泣你的哭泣 哇 我每次聽到這一段呢 都還是會起雞皮疙瘩 那先給編曲人黃少庸老師一個respect 那他真的把高空彈跳那一種 從高處墜落到深淵的漂浮感呢 設計得非常有畫面 那這首歌的曲式寫法呢 也很跳脫啦啦過去熟悉的套路 高空彈跳很明顯不是那一種 寫來討好歌迷或討好KTV的歌 他就是一位音樂創作人 在和自己戰鬥過後 自然而然產出的能量 曝光後黑暗過後 才能迎來屬於他的日全時 不光我黑暗的都在別的寺院 我沒有感覺 徐佳穎 台北小巨蛋演唱會 日全時 我的極限就靠著你 我再見苦難 我該換所以又 回到我 尋人騎士之後的徐佳穎呢 開始逐步攀上歌唱事業的巔峰期 除了在2015年首度公彈成功 2016年參加我是歌手4的亮眼表現呢 也讓他的知名度在海外水漲船高 就是滋味 就是男人尋偉 2017年 徐佳穎 《逝日救星巡迴演唱會》 2017年呢 再接再厲端出 《逝日救星巡迴演唱會》 那是啦啦巡迴最多城市 場次最多的一次大型巡演 那2016年底釋出的同名單曲 《逝日救星》呢 也讓製作人陳君豪拿下金曲二八的 最佳單曲製作人獎 你本來就不在 要證明什麼存在 經歷了兩場大型巡演 和大型歌唱節目的鍛鍊 徐佳穎把累積的能量都揮灑在 2017年12月27號發行的 第五張專輯 《心理學》 徐佳穎在歌唱節目充滿爆發力的演出 讓很多人見識到 哇原來他也是可以駕馭大哥的 但是其實呢 從巡人啟事開始呢 他就一直默默地在向下開發 自己的中低音域 那還有演唱難度相對更高的氣聲共鳴 到了心理學時期啊 這項技能可以說是水到渠成 兩首主打歌 灰色和言不由衷 都強化了啦啦非常細膩的氣聲控制能力 雖然灰色和言不由衷都不是啦啦寫的歌 但是經過他的詮釋 好像世界上也找不到 比他更適合唱這兩首歌的人了 那當一位歌手 不被自己既有的才華寵壞 稻碎越高頭越低 是我在這個時期看到的許家瑩 那但是自信和自卑啊 其實也是一體兩面的 這張專輯裡三拍小調的歌曲比例呢 成為歷年專輯之最 那包括記得帶走兒歌 心理學這些歌呢 大量的小調和刻意收起來唱的詮釋方式呢 都讓整張專輯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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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有個毛 有沒人眼裡其中在哪 別人 別人 自以為前世無所不來 其實聽到現在你們應該有發現 我這個人就是特別喜歡啦啦的那些怪歌 那像時間大師啊 辣椒啊 高空彈跳啊 那現在不跳舞要幹嘛我覺得還算正常喔 這一首病人就真的夠怪了 但是啦啦在這首歌裡至少切換了三種以上的唱腔 從前面病態的氣音到後面歇斯底里的吶喊 那甚至在尖奏還做了個聲樂的橋段 光從一首病人啊 就可以聽見啦啦不安於世的玩心 如果要選一首廢歌的話呢 我會選 大頭啊 我選大頭啊 我選大頭啊的邏輯呢 有點像樂園啦 那就是從整張專輯的調性來看呢 曲風俏皮可愛的這個大頭啊呢 很明顯就是一個非常突兀的存在 不過這首歌的題材呢其實很暖心啦 它是啦啦特地寫給他的經紀人 當時剛出生的小孩 所以你會發現喔 無論是為老鼠寫歌 為流浪動物寫歌 或者為小朋友 為歌迷寫歌 不管人類或動物都能成為啦啦最有愛的創作靈感 你剛才你的媽媽爸爸阿公阿媽 已經帶你走苦走苦 那冷門好歌的部分呢 我會投給 人啊 人啊 多麼的矛盾人啊 脆弱的不堪意 這首歌呢本來是啦啦在2016年寫給孟會員的一首單曲 那與其說是寫給孟會員 不如說是歌愛給他 因為啦啦真的太愛這首歌了 所以還是把它拿回來唱了 那確實這首歌和整張心理學的痛調呢 也是非常契合的 那我會對這首歌特別有感觸呢 是因為當時台灣的婚姻平權公投失敗了 那整個社會呢 對於非異性戀者的撕裂呢 讓人非常難過 那甚至造成很多無法挽回的遺憾發生 那人啊有好幾句歌詞 譬如 有些淚流乾了 那些人走了 就不再回來了 人啊脆弱的不堪一擊 我們還要互相傷害 越想拋開的 越是帶著向前 我們只好越走越沉默 那其實呢都字字句句在提醒我們 要永遠記得那一些不會再回來的人 曾經為我們寫下的歷史 那就算互相傷害 也一定要繼續勇敢 千萬不能越走越沉默 因為呢 我們其實 我們其實要的不多 我們其實要的不多 我覺得有愛的人不能結婚 這是說不過去 就是我覺得每個人都要有 都要有選擇的權利 就是我要不要跟這個人過一輩子 我要不要被保護 我要不要被支持 他們應該要有跟任何人一模一樣的就是 在一起生活 然後彼此支持的權利 啊 徐佳穎 然後謝謝我的男朋友比爾賈 然後我愛所有我身邊的人 我愛音樂 我愛唱歌 謝謝你們 謝謝我的歌迷 2018年徐佳穎平心理學專輯 風風光光拿下金曲二九的歌后 和最佳華語專輯獎之後呢 並沒有急著準備下一張專輯 他選擇在2020年回歸歌手當打之年 繼續累積大型舞台的表演經驗 那與此同時呢 也陸續發表了超級多影視戲劇的歌曲 那竹帆不及被載啦 我就不一一介紹了 那2021年呢 他擔任《森林之王3》的首席導師 那從以前星光的參賽選手呢 誒 晉升成評審的身份了 對他而言呢 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經歷結婚生子之後呢 2022年6月22號 啦啦終於產出 讓歌迷苦等四年半的第六張專輯 給 那因為一路以來 比較抒情的歌路和形象呢 加上心理學的成功 很多人會期待 這是一張心理學2.0 那啦啦卻選擇 跌破大家的眼鏡 整張給專輯的風格呢 非常的節奏導向 那如果讓你有點無法置信呢 或不習慣這樣的啦啦 誒 那你可能也不是啦啦的真鐵粉喔 因為其實啊 那早在理想人生時期 啦啦就曾經在訪問中說過了 他有朝一日會做一張旋律性很重的 電阻舞曲專輯 那因為這一種重拍啊 熱鬧的音樂 本來就是他最喜歡的 只是10年前的音樂環境呢 還沒辦法讓他這麼大膽的做自己 那所以現在呢 不過是圓了一個 從小到大的夢想而已 那與其說他在嘗試沒玩過的音樂 那不如說是回歸他最熟悉的音樂 那專輯中呢 有兩首取樣老歌旋律的歌曲 一首是你們剛聽到的準明星 那另外一首就是取樣 九醉的Tango的二日醉 二日醉呢 不只在前奏和尖奏結合了九醉的Tango 還邀請到台灣鼓王黃瑞峰來打鼓喔 那他是台灣非常重量級的一位爵士鼓演奏家 那如果你們想要親身感受黃瑞峰大師的打鼓魅力 那千萬不能錯過 即將在10月14到16號展開的 2022世界音樂節在台灣 那今年黃瑞峰老師會在世界音樂節 和另一位也是世界級的打擊樂大師 吳振鈞有合體演出喔 那世界音樂節在台灣呢 今年已經來到第六屆了 除了前幾屆備受好評的街頭藝術和異國市集之外呢 今年還加碼推出了五檔特製節目 那除了鼓王對決啊 連台北愛樂和尚團都難得走出戶外演出喔 那歌手陣容有包括今年金曲三三的得主 陳建年和百合花樂團 還有以利高露、純面樂隊 等等超過20組國內外的金獎卡斯 周邊活動呢 還有聲聲劇場帶領的打擊樂體驗 跟福卡馬戲團的高翹遊行 還有進百攤的異國市集 好吃又好玩 讓你不必出國也能一秒飛到全世界 2022世界音樂節在台灣 即將於10月14到16號 在台北大佳河濱公園舉行 早鳥預售票已經可以購買囉 詳細購票連結和活動資訊呢 都在下面的資訊欄位 好,回到給這張專輯的曲目呢 其中有兩首歌啊 意外創下了一個我覺得很有趣的紀錄就是 未發片先得獎 雏形和以上皆非呢 都是去年先釋出的單曲 那當然啦 那時候我們都還不知道 這是新專輯的歌嘛 那結果沒想到 欸!今年的金曲33入圍名單一公布呢 雏形竟然入圍了年度歌曲獎 以上皆非呢也入圍了最佳MV獎 和最佳單曲製作人獎 那最後甚至拿下了最佳單曲製作人獎 那我相信啦 啦啦本人應該也是萬萬沒想到吧 那陳君豪呢 繼事日救星之後再下一程 哇!生平兩座最佳單曲製作人獎呢 都是啦啦的歌 只能說 好的製作人啊 真的能帶你上天堂 OK!廢哥的部分 你們一定以為我要選小寶貝對不對 因為他是屬於比較過場性質的歌 但其實我要選的廢哥 是他的上一首 在意這件事 我必須老實說呢 這張專輯雖然大方向是放膽去玩各種音樂類型 但是呢 十一首歌在拼裝之後呢 產生的聽覺斷層感很嚴重 那尤其在意這件事這一種 強調原聲樂器啊 回歸質樸的風格啊 反而呢 成為專輯中最突兀的斷層 不過我很好處想啦 至少在意這件事呢 沒有像別怕那樣被過度包裝了 要簡單就讓它簡單到底 那只是這首旋律呢 對我來說呢 還是覺得蠻無聊的就是了 冷門好歌的部分 我會投給 我想到你就再也不怕 這首歌乍聽是一首情歌 但其實啦啦呢 是在寫她幻想 如果有一天爸媽不在了 那她要怎麼繼續活下去的那種 面對死亡的恐懼感 那其實這張專輯的首波主打呢 本來差點會是這一首歌的喔 不是準明星喔 因為啦啦本人真的太愛這首歌了 她一直很想力保這一首歌出現 那我覺得這首歌呢 就是展現了啦啦在寫抒情歌這一塊的功力 幾乎呢 從來不讓人失望的那個高水準 有她的風格 也有記憶點 而且一點呢都不俗氣 那關於給這張專輯呢 我之前已經有做過一支影片 和寫過一篇樂評 都放在下面的資訊欄位 那有興趣的人呢 都可以在看完這一集之後呢 去點來看看喔 OK 如果要從 從許家瑩歷年六張專輯做喜好排序 我的最後一名會給 許人啟示 第五名是給 第四名是 理想人生 第三名是 啦啦首張創作專輯 第二名呢是 心理學 那我心目中的No.1 當然就是極限啦 那如果要從六首冷門好歌裡面 選出前三名我心目中的 冷門好歌之王 第三名呢是 樂 第二名呢是 高空彈跳 第一名呢是 辣椒 好 那以上 純屬我個人的主觀感受啦 一定會跟你們的不一樣 所以呢我也想聽聽看 你們心中的專輯排序啊 或最愛的歌曲 那也都非常歡迎 在影片下面留言喔 那今天這集 要特別感謝兩位乾爹的斗內贊助 分別是小虎 還有我的老粉陳馬克 謝謝你們 那小虎有留言提到 他很喜歡最新的這一集Podcast 那就是我前陣子剛上架的 用四首你聽過的流行歌詞 還原吉米哥的音樂故事 那在各大串流平台呢 都可以聽得到囉 那收聽連結 我也會放在下面的資訊欄位 那如果你們還喜歡我所製播的內容呢 都非常歡迎 點擊YouTube的超級感謝按鈕 或透過資訊欄位的小額贊助連結 來給我一點鼓勵喔 最後呢也別忘了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那記得要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第一手的芯片通知喔 好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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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思 沒問題 womit 剛剛 沒問題 food 吃 痛